阿波罗新闻网独立感言新颖望眼看世界展望新中华 观众朋友好欢迎收看阿波罗网正经热点 今天是美国时间8月31日星期六 视频结尾我们会介绍阿波罗网副频道的最新视频内容 获取关键信息做出智慧选择 我们的新闻祝您看清真相规避风险 今天的主要内容有 全球各大银行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今年中国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5% 甚至有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经济可能会缓慢内爆 在高铁出现大面积持续亏损的形势下 中国正开始一波开凿运河的热潮 但恐出现类似高铁的大面积亏损 投资无法收回的困境 中共央行中午宣布 在二级市场常态化买卖国债 标志中国货币发行方式步入以债为毛的时代 中共推行的房屋养老金试点制度引发热议 有专家认为可能拖垮房地产行业 下面请看详细报道 经济学家警示中国经济或缓慢内爆 彭博社追踪的74位分析师中 有51位估计中国2024年的经济增长率可能低于5% 甚至还有经济学家警告中国经济可能会缓慢内爆 过去两年房地产危机 拖累了中国从就业市场到消费和家庭财富等所有的经济层面 而当局寄出的恢复投资者信心措施都过满过小 中国股市已经长期暴跌 最终中国在岸股票的沪深300指数 在2024年至今下跌了4.2% 这已经是连续第四年下跌 相比之下更广泛的亚洲股票指数上涨了近10% 此外这种影响已蔓延至更广泛的金融市场 并席卷了个人投资者 据大陆媒体 中国证券报周四8月29号报道 2021年推出的27支封闭式三年期共同基金中 近一半在接近周期末时面临40%以上的亏损 彭博社说 二派宏观公司策略师王岩 最近刚从中国回来 他认为5%的经济增长目标几乎不可能实现 他还警告中国未来可能有缓慢内报的风险 他表示 中共政策制定者缺乏明确连贯的战略来应对挑战 就连现在推动的解决需求问题的零敲税打措施 也都是临时性的 犹豫不决的 瑞银集团周三28号下调对中国经济的预测 认为越来越不可能实现今年经济增长5%的目标 这家瑞士银行将中国今年的国内生产总值增长预期从4.9%降至4.6% 将2025年的增长从4.6%降至4% 彭博社说 这反映出全球各大银行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共识 即中国可能无法实现年增长目标 尽管中共最高层仍在宣传其致力于实现经济和社会发展目标 瑞银表示 北京自2022年底以来 担布的重振房地产市场措施 包括降低首付要求 降低抵押贷款利率和减少购房限制 进展缓慢 影响有限 基建狂魔有了新方向 中国六省砸8500亿开运河 近期中国广东广西浙江湖南江西湖北六省份 相继开启了开挖新运河的工程 这些新运河的工程相互联通 全部完工后 可在中国东部形成一条贯通南北的新的大运河 号称全球最长运河 官媒宣称 开凿新的大运河可缩短内陆地区 与东部沿海和国际市场的距离 降低运输成本 提升物流效率 并带动相关产业的发展 有助于推动区域经济一体化云云 安各省的计划 预计全部运河项目的总投资 约为8500亿元 据公开的资讯 在参与开凿新运河的六个省份中 江西建造的浙干越运河 南街大湾区 北连长三角地区 工程量最大 投入的资金最多 高达3200亿元 已经拥有便利路上交通 而经济一直比较落后的河南省 这次逆砸1416亿元 建设47个内河水运项目 安徽耗资950亿元 开找的江淮运河已在去年通行 广西投资680亿 开找的平路运河 计划在2026年完工 湖北计划砸784亿 江长江洁湾取值 建设全长236公里的金汉运河 湖南砸1500亿 开挖巷贵运河 作为参照对比 中国南北高铁动脉金户高铁 当年的总投资约为2209亿元 北京当局亲力打造的 港珠澳大桥造价为1269亿元 换言之 这次江西开挖运河的投资 明显高于金户高铁 而湖南 河南挖运河的代价 都比港珠澳大桥的造价更高 被房间戏称铁攻击的中国路上 基建狂魔时代 已经告一段落 至今大多数在当年大干快上热潮中 投建的高速公路和高铁项目 仍处于年年亏损状态 甚至不少项目自从建成以来 就从未正式运营 闲置至今 如今在各个地方政府债台高筑 财政作金建筑的情况下 上述六省又将基建狂魔模式 转移到水路运输上 试图将其作为带动地方经济成长的引擎 最终将会产生怎样的后效应 外界颇有质疑 对随利好 大水汹涌而来 历史性变化今天落地 8月30号 央行通过官网宣布 在二级市场常态化买卖国债启动了 下面就是相关公告的截图 央行的公告说 为彻底落实中央金融工作会议相关要求 2024年8月 人民银行开展了公开市场国债买卖操作 向部分公开市场业务一级交易商买入短期限国债 并卖出长期限国债 全月净买入债券面值为1000亿元 X平台账户则刘晓波说 财经X发文表示 这向我们透露了三个重要信息 第一 央行启动了常态化的国债买卖 第二 买入的是短期国债 抛售的是长期国债 第三 全月净买入1000亿元国债 这意味着 今年8月 央行通过净买入国债的方式 向市场投放了1000亿元的基础货币 这看起来的一小步其实是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的一大步 也是一个历史性拐点 为什么说央行这个举动是历史性的 因为它意味着中国货币工具的重要变化 也意味着中国财税制度的重要变化 1979年到2014年 中国基础货币投放方式是外汇占款 在这期间 中国的外汇储备从8.4亿美元暴增到了近4万亿美元 这期间人民币的毛是美元 印钞太多就需要防止通胀 当时的做法是不断提高存款准备金率 把多印的钱冻结起来 2014年到2024年基础货币的投放 一个来源是降准 把之前多印的人民币释放出来 20通过MLF 2014年到2024年 基础货币的投放 一个来源是降准 把之前多印的人民币释放出来 20通过MLF和PSL来投放货币 方式是国有大银行 拿着高等级债券到央行质押 获得特别便宜的资金 从今年开始 印钞方式将足部过渡到央行买国债 这是因为中国人口红利 终结了土地财政出现拐点了 未来要给政府加杠杆 要增发大量国债 这时候就需要有庄家来撑住国债市场 央行买国债就成为必然 这其实也是欧美日的玩法 对于央行常态化买卖国债 有人解读为 中国要高量化宽松了 这其实是不对的 准确的说法是应该是 量化宽松的跑道修好了 如果将来需要 随时可以搞 但目前的确没有搞 M2的同比增速还在低位 中共推着政策恐拖垮房市 中国住房城乡建设部副部长董建国 上周五8月23日宣布 沿以中的房屋养老金制度 将在上海的22座城市实行 由政府出资建立公共账户 对部分建筑结构进行维修 及设备检测养护等 中国住建部曾披露 现有住房老旧小区 占比近40%都是亟待维修的建物 中国房地产金融今年第三期研究也指出 全国2000年前建造的房屋占比 约达27.55% 屋龄于30年的建物比例将激增 中华经济研究院的王国陈直言 中国拟设置房产养老金 公共账户 恐人无法解决维修房屋的呆兆 他说 为老房屋翻修 多数国家都采设区自治 属政治经济学的公共持资金 由住户集体管理 使用的公共资源 若变成由政府介入管理的公共财 后续将延伸更多问题 如住户无法自主运用资金 由政府安排维修矿日费时 且施工疏失难以纠责 资产管理也亦有贪污漏洞 其次中国土地所有权属国家 为老建物改建复杂度相对低 不亦出现土地私有制国家的容积率计算争议 因此王国陈认为 房屋养老金多此一举 恐是巧利明目的税费 将导致购物民众却不 因为购物者除需考虑房贷利率外 还涂增额外的税费成本 若个人所得不宽裕 购物负担加重 将削弱他们的购物意愿 加剧中国房市的低迷 澳大利亚纳默石大学的史赫林也说 出台房屋养老金将提高居住成本 形同政府逼着人民低价抛售旧房 以嵌入质量较高 低税费的新房 这恐加剧房价下跌 对中国房地产市场带来负面冲击 石赫林认为中共当局宣称 百姓不出钱只是缓兵之计 随着制度的推行 将出现各种理由来增加个人缴费 一如中国的医保 当公共账户的资金不足后 动用私人账户的比例将大幅提升 最新副频道内容是 刚刚结束访问沙利文亮剑 河南示范性高中女生宿舍 一房睡了48人 被指这就是牢房啊 激烈的反弹 中共元老对其发难 请点击视频的右上角来观看 一些观众询问如何找到副频道 您可以在我们主频道的首页向下滑动 找到副频道的图标并点击进入 此外 每个视频描述下 也有副频道的订阅和赞助链接 我们也会把副频道的视频内容通知 发到主频道的社区 我们也在干净世界平台开了频道 欢迎您在干净世界订阅我们 链接在视频的描述中 再会 请不吝点赞助链接